歡迎林采鑫來了 講解 妳有一首歌竟然在網路上面有 811萬的點擊 對 是我自己寫的 自己寫的 可樂 生命當中難道是可樂有什麼關係 有代言嗎 沒有 代言 畢業的時候都寫 祝妳百事可樂 一盤風順啊 對啊 沒有 就講愛情啊 如果說這是像 沒有氣泡的可樂就不好喝 十之五味 七之可惜 其實就是講 有沒有冰塊 可樂也好 可樂一定要加冰 可樂沒有冰 對 比沒有氣泡來得更嚴重 然後你看這個感覺起來 有這麼多人支持你這個歌 你更要有立定一個目標 往前去做 有嗎 其實我去年在發片的時候 誇下海口說 我一定要入圍金曲 結果 結果沒有啊 沒有關係啊 那個海口我們都會誇 但是我有發了 我從頭看到 一定要報名的啊 金曲歌王對不對 在這裡 對不對 就金曲歌王 那不得金曲歌王 金曲獎的主持人 對不對 而且主持人非常好 真的不得了 然後 金曲節目節目 算不得了 我們就知道 集中在那身體 好多金 所以我們一起鼓勵好不好 加油 好不好 帶來這首歌 可樂 GO schwier 好書 跟見賺人 都會 Jahr 推動人 其實很怕被你看穿我的臉 連累不下 在每個分別的時刻 深夜裡輾轉反側 任思念拉扯 想到一句晚安你卻學了 其實乖巧同時並不算是我的評歌 而是對你專屬人生 我會認真扮演著好朋友角色 做最貼心那一個 然後只做唱了走你走的路 聽你愛聽的歌 讀上一切做你最佳的聆聽者 孤單是我陪著開心是不必記得 有人在不遠處等著 想打開了很久不再可口的可樂 就算沒了冰霜氣泡 我還想著為你解剋 我不捨求什麼 擁抱親吻資格 在你身邊就夠了 讓我犧牲都值得 也夢過為你披上一身純白色 我想那會是最幸福的時刻 我記得不要的 直到會被一期待 我還了吧 結局不用太去找 如果 太怕會讓你 好可憐喔 想打開了很久不再可口的可樂 早已擺了冰霜氣泡 那會有人願意和 如果只是你的一個渺渺過客 某天當你厭倦了 我會安靜消失的 也夢過為你披上那身純白色 夢醒後的我差點狂痴痛了 我記得不要的也該被你披起了 又不是非我不可 只願 你快樂 好可憐喔 好可憐喔 來 坐 坐 好可憐喔 好感動喔 好感動喔 我跟你講喔 放開會哭耶 這種畫面 我真的好感動喔 有沒有看到歌迷草厲害 可以抱抱 對不對 謝謝 等一下還可以合照一下 當然要 大家從頭到尾還配合著唱這個 每一次每一句都會唱 你知道歌迷 歌迷在我們的心目中有多重要 剛剛牽起來的時候 我們這個猴頭一陣 我也緊了一下 一陣鼻酸 一陣鼻酸 那個感覺是什麼 在我們的身後只要有一個人 我都願意去都要唱 就是一個人 對的 我一定會認真為他演唱 但是 就 沒回來啦 對不對佩慈 因為太冒險了 我們一起去大巨蛋 對 是不是這樣 謝謝你 真的謝謝你 你應該喜歡才聽很久 我們從這個歌裡面 我們真的聽到你的 真的好會唱 對 妳是能唱的 而且妳是願意 在妳的生命當中去把 妳的演藝事業 做一個非常重要努力的一個女孩子 對 因為我從15歲就入行到現在 18年了 18年了 真的 我沒有放棄 我還在唱 完全沒有放棄 沒有 沒有 不是 不是 鼓勵人家 我是說 為什麼 為什麼樣的力量支撐成妳 為什麼 那妳好好問 對 妳怎麼問呢 就是我覺得 我足夠喜歡唱歌跟音樂 所以我從以前只會唱 到後面我覺得我要會寫 創作 所以我就開始這一兩張專輯 開始就一直有自己的創作 到去年就全創作了 對 因為而且還是自己寫的歌 剛剛講到 這個歌是我自己寫的 她心裡面覺得 有600多萬的一個點擊 800多萬 800多萬 811萬的點擊 對… 對她來講是重要的 是非常重要 妳不再重視妳自己 妳不再愛妳自己的時候 我們如何去愛妳呢 對 對不對 對 而妳做到了這一點 而且我最開心的是 我覺得我的歌可以給歌迷力量 因為我有一個歌迷 她在我演唱會上的時候 這個是讓我很感動的 她其實在我八天那段時間 她其實有點想不開 是… 因為她一個 然後她說她在我演唱會 從頭到尾就坐在後面 然後捏著 她說我帶女朋友來 她就握著她照片 整首整場聽完我唱 然後掉著眼淚這樣 但我會覺得 原來身為一個歌手 不單單只是因為我喜歡歌 而且還是 對 我們真的可以為妳們做些什麼嗎 這樣的一個心情 是 那這位 歌沒有遲到了 沒有啦 沒有 只有歌迷 對… 慢慢累積好不好 我們一起為妳加油 加油… 謝謝